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年前去执行一项神秘任务后就失去了消息 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 但是这一天他突然回来了 和以往不同的是他性情大变变得沉默寡言 对丽娜也很冷淡 他不记得自己执行的任务 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来的 回来当天凯恩突然大出血 在急救车上命悬一线的凯恩突然被一对陌生人带走了 而丽娜也同时被带走 丽娜被带到了闪光附近的实验基地 此时凯恩因多器官衰竭和病大出血 正陷入昏迷中 丽娜被实验室的崔西博士告知了闪光的事 同时她也得知了自己的丈夫凯恩 是唯一一个进入闪光回来的人 为了摸清闪光背后的真相 实验室的人决定再次组成小队进入闪光 丽娜也申请加入了这支只有五个女人的赶死队 小队由崔西博士领导 还有地貌学家凯西 物理学家乔西 医学工作者安雅 当他们进入闪光之后 发现里面和外面完全是两个世界 在闪光里面所有的电子通讯设备都没有信号 就连传统指南针也都失去了作用 他们不知道自己在里面待了多长时间 也失去了方向感 闪光里面出现了好多新奇的物种 比如同一颗花上却长出了不同品种的花朵 动物也好多发生了变异 迷路的路角上长满了花朵 鳄鱼的嘴里长出了一口鲨鱼的牙齿 随后他们又发现了之前在这里执行任务的队员生活的痕迹 还在桌子上发现了一张记忆卡 打开后发现卡里的内容异常可怕 凯恩切开了另一名队员的肚子 里面出现了涌动的肠子 所有人都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快他们又找到了视频里那个被切负士兵的尸体 尸体是以一种奇异的造型 被一些类似真菌的生物固定在墙上 到了夜晚 熟睡的队员们被屋外奇怪的声音吵醒 在黑暗中 他们什么也看不清 只知道有东西撕破栅栏正在靠近他们 队员凯西被这个野兽抓走了 第二天因为凯西的牺牲 他们中就有人心里打起了退堂鼓 但最终还是决定一起走下去 越靠近灯塔 他们发现生物越奇特 丽娜也发现了凯西的尸体 他们走到一个小屋 发现许多以人的造型生长的树木 物理学家乔西推测 闪光可以把一切信号 无线电和DNA进行折射后再重组 这就解释了闪光里面通讯设备失效 以及动植物都发生精英变异的奇异状况 晚上熟睡的丽娜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被安娜绑在了椅子上 被绑的还有崔西和乔西 原来安娜发现丽娜的丈夫是凯恩这个秘密 于是认为是丽娜故意要害他们 正当她举起刀子 准备杀丽娜的时候 屋子外面突然传来凯西的求救声 安娜急忙跑过去查看 突然一只露着獠牙变异的棕熊进了屋子 一张嘴竟然发出了凯西的求救声 熊把安娜咬死 但是最终被崔西用枪打死 崔西博士怕耽误行程 决定自己独自离开 这样就只剩下了乔西和丽娜两人留在小屋 乔西告诉丽娜 她已经失去了继续走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过了一会儿 她的身上长出了植物和花朵 她的身体里融入了植物的DNA 最后她变成了小屋外面的一棵植物 丽娜自己独自上路 她来到了海边 走向了就在不远处的灯塔 靠近灯塔的树木都变成透明的 灯塔门前 整齐地罗列着数据白骨 当丽娜走进灯塔后 发现靠墙的位置 有一具盘坐着的尸体 对面放着一个摄影机 打开摄影机 传出的竟是精神恍惚的凯恩 用炸弹自杀的影像 原来这具尸体就是当时自杀的凯恩 丽娜发现灯塔墙面上有一个洞 当丽娜进入洞中 发现崔西博士也在洞中 崔西说她被一种神秘生物控制 这种神秘生物在她体内生长 崔西博士最终被神秘生物吞灭 丽娜也看到了神秘生物幻化成人的身形 并且尝试着开枪射击 但丝毫不起任何作用 丽娜赶忙跑出洞外 却发现神秘生物早已等候多时 神秘生物不仅极力模仿丽娜的行为举止 还慢慢变成了一模一样的外形 丽娜趁机逃出了灯塔 而神秘生物却放出大火把灯塔点燃 和灯塔周围的树一起化成灰烬 最终只有丽娜一人活着回来 回到基地的丽娜被人告知 丈夫坎恩已经醒了过来 但她自己心里知道 这个坎恩已经不是原来的坎恩了 那么这个丽娜还是原来的那个丽娜吗 欢迎在评论里面告诉我 另外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也别忘了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